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媒体有关黄维基先生的报导 大家都可以相信黄维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 他亦都没有政治立场 所以我们的考虑全灭 但是是没有政治考虑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完全重视程序公义的 最容易的做法就是来者不拒 无论谁申请 无论他申请书的内容是怎样 无论顾问报告或者法律意见是怎样 我们来者不拒 但是制度和政策对我们的要求 并不是来者不拒 而是要审议 看看申请者他如何符合和符合程度 一系列的要求 梁正英强调这一次是40年来第一次增加免费电视牌照 过程并不容易 但为了良性竞争 明知结果是顺德歌情师扫意也照推 他说最容易的做法是来者不拒 但是制度及政策并非要求政府来者不拒 审议过程中涉及详尽专家顾问报告 三年来经过四份报告 遵循不同方面评估申请者各方能力 那么有关梁正英对没有向香港电视颁发免费牌照 所做出的回应 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杨畅 来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杨畅你好 帮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电视员工 现在有什么样的行动 好你好芝芝 那么香港电视的员工 也是从周日游行和集会 结束之后就一直以一个轮班的方式 在政府总部留守到今天 那么今天早上也是大约有两名香港电视的员工 从政府总部一直游行到特首办这边 那么他们就以一个比较静默的方式 举着标语和横幅 一直游行过来想在召开行政会议的时候 向特首梁正英递交他们的请愿性 然后来表达 要求当局来交代一个港市没有获得发牌的原因 那么他们就表示说 希望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因此也没有在现场 这里大吵大闹或者扔东西 或者说筑起人墙 去阻挠一些秩序之类的行为 那么在递交完起愿性之后 部分的员工就也是返回了 政府总部那边继续进行集会 然后再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那另外这个梁正英对此时有没有其他的回应 或者解释 好的 那么刚刚特首梁正英也是在召开行政会议之前 花了足足20分钟来回应这一次免费电视牌照的事件 那么他就表示说 这一次在这三年来 政府是参考了四份由专家顾问提供的 非常冗长和详细的报告 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那么他就表示说 香港电视的主席王维基曾经 表示说有官员向他承诺 只要申请就可以获得牌照 那么他就强调 根据制度是不可能有官员会做出这样的承诺的 那么他又表示说 行政会议的角色其实是类似于世界各地政府的内阁 那么讨论的内容还有成员的发言都是保密的内容 那么另外也是考虑到由于几个申请者 都是向政府提交了他们的投资计划 那么当中也是涉及了一些商业机密 那么也是让这个政府对这个行会内容的保密 也是多了一层的考虑 那么他也强调说 政府不想在这个事情上面打官司 但是目前已经是有现有免费电视牌照持有者 也是提出了诉讼 那么他也表示说政府已经是做足了打官司的准备 那么也是参考了律政司和一些外国御用大律师的意见 那么在整个决定的过程之中 都是参考 都是参考也是跟足了法律和制度的来完成这个讨论和决定的 好的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现场交回给你 好的非常感谢杨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